亚洲新歌榜 2018年度盛典圆满落幕 分享部分大家感兴趣的展项吧 一、年度十大金曲 只能说,TF Sports太厉害了 他们在一起时,可以相辅相成 在打造热门歌曲时早 已经有了隆重的团队风格 可以看出来 现在的他们也尝试转型单飞 并且每个人都做得很好 王俊凯接连录制了高能少年团 中餐廷二等真人秀 再次俘获大批观众 千玺充分利用自己的舞蹈优势 担任了大货王宗哲 就是街舞的导师 王源也有自己的固定节目 王牌对王牌 收拾一路走高 此外,三人也都进入了影视圈 在表演上不断寻求突破 你可以不喜欢他们 但必须承认这是属于他们的时代 以及他们多于常人无数倍的努力和坚持 二最受欢迎钱丽娜 女歌手 今年目前为止 最火的两大选秀王宗偶像练习生 创造101出来的佼佼者 蔡徐坤不必多说 在节目中只有居高临下的感觉 毕竟个人实力太强 而且在唱跳方面 蔡徐坤展现了惊人的综合实力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她的C位实质名归 吴轩宜的人气一定很高 但个人还是更喜欢孟美琪 而且在创造101中 孟美琪无论在专业实力 团队领导配合 情少等各方面 都胜过吴轩 咦 可以说 吴轩宜很有潜力 但不是最有潜力的那位 三 最受欢迎MV专辑 她俩的实力 大家有目共睹 尽管张杰被吐槽狠土 但她的现场life真的很赞 高音是她的绝对优势 对音乐的态度和执着 足以支撑她走得更远 恢复同气出道的快难 能像张杰一样 一直专注做音乐的很少 苏醒做了主持 魏晨深入影视 于浩铭更是身兼多职 只有张杰在音乐的道路上负重前行 她说 只要你在一件事上坚持了十年以上 就有成功的可能 幸运的是 音乐同样没有辜负张杰 总在很多幸福重要的时刻 寄予对方以宽慰 四 最受欢迎的 女歌手音乐人团体 扩展少女101 荣获最受欢迎团体奖项 恭喜 最近孟美琪 吴雪怡 死您的退团风波逐渐平息 三人也即将回归团队 希望不要成为商业利益的工具 做自己很重要 最受欢迎的 女歌手被张杰 周笔唱拿下 至此 他们两人成为本次盛典的最大赢家 也不枉周笔唱这次极具突破的造型 黑色鹿背长裙 搭配黑色西裤 比比坦言 人不可能一辈子都是一个样 除非那个样子真的非常适合你 更调侃造型是在不断突破自己的底线 没办法只能直接接受了 哈哈 但这身装饭 真的美到棒啊 另外 现在也发微博对老公张杰获奖表达了祝贺 喜欢这对真实有爱的夫妻 他们在质疑中成长 在陪伴中前行 如今在各自的领域 都散发着耀眼光芒 已然是妥妥的人生赢家 大家对这次的要求新歌吧 有什么看法 欢迎给文西留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